這個地方該如何把它完成 第一個 剛剛講到的就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後面的話就是一個減的符號 我先把它back回去 0911一個減的符號 這個已經到這邊了 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最關鍵的 應該要重複幾次 重複幾個 0 那重複幾個0應該跟什麼關呢 跟這裡面幾個字有關 所以其實 要是你假設觀念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再來做也可以 你可以怎麼做呢 他應該是插入函數 用什麼第一個一定會用LEN LEN有沒有 算什麼呢 算他這裡面有幾個字 不對應該是在裡面 再一次 另外有個方法你可以最近使用過LEN 最近使用過的那個群組 這個 裡面有幾個字 回答兩個字 那可是問題我要 怎麼樣知道 兩個字 可是我重複 不是重複兩個0 我應該是跟什麼有關呢 應該跟3有關 所以你可以用3 一定裡面只能3個字 3減掉什麼 裡面有幾個字 打勾 裡面有兩個字減掉 用3去減 1指的是什麼 重複一個0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重複一個0的話 我可以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 這個 REPT裡面 REPT的話就repeat 這個REPT這個 repeat 他要repeat什麼文字 我要重複0 所以你可以這樣打 雙引號 雙引號 我要重複0 重複幾個 把剛剛減下來那個3減掉L1N 放到這邊按確定 那不就是0 那後面如果要084的話很簡單嗎 再串接 end什麼呢 這個 G4 打勾 有沒有 084 所以你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關鍵來了 有沒有 全部都三個字了 如果有 需要補0就是這種補0 那關鍵的地方其實是什麼 從那個什麼 用3 去減掉L1N 有沒有這個關鍵的地方 3去減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如果你不熟你可以 Step1 Step2 Step3 慢慢再來 那其實一個公式的完成 通常都是好多個步驟把他串在一起的 但是你有時候看到人家做完的是一整串的一個結果 那你不知道喔原來他是分了好幾個步驟完成的喔 跟寫程式一樣程式 一堆 但實際上他也是分很多階段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把這個把它放到這邊來很簡單 1 一樣end 那我就什麼呢 我就是 你可以把它從這邊貼過來可以啦 或者是另外一個啦 我是直接在這邊打什麼打REPT 錢瓜糊 不過你想說老師這太難了 不要不要這麼拿OK 我們直接在這邊插入 REPT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再插入REPT 他也會幫你把REPT 放到這邊來 REPT放到這邊來 然後REPT什麼呢 0 那重複幾次呢 用3去減 3減掉什麼呢 用LEN 填瓜糊 然後去跟他講說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裡面有幾個字 好 那回來就是一個字 所以重複一個0 在end後面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84 打勾 向下填滿 打勾 OK那底下就點兩下啦 其實喔 你也可以向下拉 但是向下拉可能會拉過頭 或者停一下 有沒有 其實交給一個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除了向下填滿之外 你可以 快速點兩下這個空點 這樣也可以 特別注意喔 要 剛好要 快速點兩下 你不能說點一下 這邊然後再點一下旁邊 不行 這樣不OK 一定要很準的喔 所以這個時候手不能抖 要很精確 所以這個可以用這個方法來 驗證說你有沒有 老人痴呆的症狀 OK如果有的話應該會點 點不好 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想你應該都沒有那麼年輕 點點看 OK 所以你看我點的很順 應該沒有老人痴呆的症狀 OK 再來的話 看到後面這個門號末碼怎麼辦 其實你會發現喔 他有個地方跟 剛剛還蠻像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其實長得一樣 差別只是說一個是 G4嘛 一個是H4 所以其實有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有一個方法 複製貼到後面去就好 然後把 H 把G4改成H4 所以 但是你要看準喔 從哪邊複製喔 應該是從這個AND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跟 減的符號有沒有 一定要 後面一定要先一個AND 然後一個減 有沒有 所以其實特別重要 從F4這邊開始 一直複製 到後面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 G改成H就好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你如果這個看懂 你這個做事情就很順了 而且會 做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工作裡面 得到成就感 做起事來愉快 又可以賺到錢 多好的事情 那你不要說你 每天做得到被人家每天 第一次罵 然後說你怎麼這都不會 怎麼這麼久還不交出來 你再打或摸 其實沒有你很認真 但是這樣 因為你根本不會 學校老師沒有幫你 沒有教你 OK所以我的責任就是我希望以後你們不要 在工作上一直都是 惡性循環 應該正向循環 哇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們老師都有教 我好快喔 什麼你做好了 才跟剛剛跟你講 你馬上 把結果告訴我 最好的 這種OK 我很喜歡有這種這種學生 這種 這種員工嘛 對不對 誰不喜歡這種員工 而且腦筋要靈活 反應要夠快 OK 不然的話說真的 每天我一直罵你 我很累 我不想罵人 說真的罵人是一種 很不 很對於身體健康 我有危害的事情 所以我說真的 我不喜歡罵人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都笑得贏人 OK 因為我是盡量 正面看待事情 即便你們 還是不會但是我會期待你們會的一天 OK 所以 好那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喔 後面部分的話這邊 Ctrl C 應該會吧 按右鍵複製 到這邊點一下 Ctrl V 對貼過來 貼過來 然後呢把這邊 改喔 記得改不要改錯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但是關鍵的地方一次對的話 真的就一槍斃命了 有沒有你打敵人 一槍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用機關槍 什麼打都打不 浪費子彈而已 一次對的話 就命中紅心了 打勾 向下填滿 下課 OK 應該看得懂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有些東西啦 對的事情 做一次就好了 不需要太花時間 OK 也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那現在現在最欠缺 因為現在大量的 電腦化 大量的數據化 所以現在非常欠缺 能夠處理大數據的人才 你這種 而且這種趨勢不可能 不可逆了 現在舉凡所有東西 都已經電腦化了 OK 所以有交易 你會發現 連出國 你不會用 手機訂 機票 訂飯店 訂 車票 其實說真的 你出國 真的是 真的是很麻煩 但是如果你這些方法都會的話 其實玩得還蠻愉快的 我覺得這一次這樣 撞起來 很多地方 都非常的 愜意 而且你會發現 不管你在任何一個國家 只要是 那個國家 電腦程度不要太差 基本上 你到哪個國家 都一樣 可以玩得 非常愉快 但前提就是你要會善用這些工具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在 我分享那個部落格文 其實不只是生 不只是說工作 其實你在生活裡面任何地方 其實都大大的都會被這些工具 影響 OK 如果你能夠把這些工具善用的話 相信 你在任何的 工作上 都能夠 得到 很好的發揮 OK 那 今天的話 這個作業 記得 你就 只要怎麼樣 先把它存檔 記得 存檔之後的話 再把它繳交到Porto上去 應該知道Porto怎麼交吧 存檔然後把這個檔 那不用另外更改檔名 因為呢 你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各自的Porto空間 所以你們即便檔名一樣 但是我看到的 就是會個別的 分別的 OK 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先做完 那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把這個 函數部分熟悉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會再講 教各位怎麼樣把這些東西變成城市 VBA的方法 這邊只要寫 打完這個就好 打完這個就好 OK 好 好 謝謝